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於你使用 Stable Diffusion 製作完這種換臉之後 你把它換某一個LOLA的這種換臉 那換臉之後通常會有一種 問題叫做 皮膚色差的問題 你通常會遇到一個現象就是 他幫你換過的臉他的皮膚是比較好的 光線是比較好的 然後也比較白的 那原本的圖可能就是皮膚會比較暗色一點 那這種 皮膚跟臉的色差問題 我來教大家一個比較簡單 的排除方式 那首先呢我為什麼會分成兩個 因為你要算這種 圖的 部分 你不可以用 整張圖丟進去 那個解析度會變很差 因為我圓圖的解析度是 是2000多乘以1000多 那你如果 整張丟下去的話臉只有剩下一點點 那算出來的像素會非常糟糕 臉也比較不細緻 所以要特別裁切出來一個大頭然後再算然後再丟進去 那通常 你會發現臉特別亮然後皮膚比較暗一點 好這就是 目前會用 會遇到的一些鳥事 那我們如果來做 我們示範這給大家看 點選檔案 指令馬 將檔案載入對點 因為我現在兩張圖要把它合在一起 因為我現在兩張圖要把它載入在一起 要把它合併起來變成一張圖 所以需要做這樣的動作 好 選取兩張按開啟 確定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兩張 然後按確定 好進來之後你把這個拉到第一個 拉到上層 然後縮放到這樣子 好這時候呢 Shift按住選取兩張 點選編輯自動對齊圖層 好 這樣子你會發現 臉的部分 是比較亮一點 那皮膚比較暗一點 好這時候我們怎麼做 我們把它展開來 然後這時候選 一張 然後用橡皮刷工具把臉抹掉 大概是這樣 好這時候呢 再回到這裡 我們可以點選這個濾鏡 CAMELA RAW濾鏡調色這個 點起來 然後你要讓這個皮膚亮一點喔你就在這個曝光度這邊 加一些 然後 色彩混合器這裡有一個 零度 把這個地方加大一點 皮膚 皮膚變白嘛 好這是皮膚變黑 那這是皮膚變白 然後這樣就好 然後按確定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這裡有非常明顯的一個斷面落差 那這時候沒關係點選SHIFT選取兩張 然後編輯自動混合圖層按下去 然後按確定 那這樣整個 色彩不一致的問題就一次解決了 好這樣子你臉也比較白然後皮膚也比較白 就是這麼簡單喔 好那這個就是 這個 Stable Diffusion 玩完之後會遇到的 皮膚色彩問題 的簡單的修正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喔